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房屋新观察 我是冠月 9月13号 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享论坛至贺信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共筑和平 共享未来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9月13号 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开幕式 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做主旨发言 东军指出 身处百年变局 我们应相互尊重 以城乡代 求同存异 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 彼此成就 共谋和睦相处的长久之道 在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中 大家要以责任共担 以共同发展 以团结互助共筑安全 探索走出基于最大公约数 而非小团体利益的新型安全之路 面对动荡纷争 应坚定政治解决的信心 并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树立标本监制的理念 共具促和维稳的正向力量 共产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东军表示 中国军队坚定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并肩 构建新型安全伙伴关系 推进务实开放军事合作 提升新兴领域安全治理水平 共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届论坛主题为 共筑和平 共享未来 一百余个国家 国际组织官方代表 及专家学者和各国观察员等 一千八百余名嘉宾出席 本届论坛仅扣国际社会安全关切 设置了安全合作与亚太繁荣稳定 多极化与国际秩序走向 全球南方与世界和平发展 国际机制与全球安全治理 四个全体会议议题 以及八个平行分组会议议题 除此之外 本届论坛还设置了高端访谈 宁家对话 善和家青年智库沙龙 中外青年军官学者对话 等特色活动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首先请教何研究员 我们知道您曾经担任北京香山论坛的秘书长 参与和组织了多届论坛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 北京香山论坛是如何发展的 为何北京香山论坛会被全球所瞩目呢 北京香山论坛是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 与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举办的 是亚太地区国际安全与防务合作的 一点无轨的交流平台 从2006年创办 至今走过了18年11届的历程 我认为这18年11届 可以说是有三个阶段来组成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2006年到2012年 这个阶段为初始和初级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到2016年 这个阶段我认为是叫做升级和扩大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2018年到现在 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认为它是叫提高和发展阶段 这一间论坛 一会儿李淑英研究员还要把一些具体情况 要做介绍 刚才主持人讲到 为什么北京香山论坛这么受大家的欢迎 成为在亚太地区 甚至在全世界有重大影响力的 安全与防务的高端的论坛 大家都愿意来参加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我们中国是一个讲诚信 求和平 讲平等 图发展的负责任的一个大部分 这样我们是倡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 所以说很多国家 希望到中国 听到中国的声音 看到中国的方案 第二个我们就是香山论坛 大家遵循开放 包容 平等 互建 这样的我们办谈的宗旨 就是说不管国家大小 贫富 强弱 一律平等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 愿意来参加北京香山论坛 在北京香山论坛 大家进行交流 互动 没错 今年北京香山论坛 无论是从议程 设置 还是活动组织上 都是独具匠心的 那我们也了解到 今年李研究员 您在上海合作组织家 青年智库杀龙活动当中 还担任主持人 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几天的见闻和感受呢 的确 本届论坛 无论从组织形式 还是议题设置上 都进一步体现了论坛的 平等 开放 包容 互建理念 12号上午 我现场听了两场高端论坛 感觉到以去年的形式 还是有所不同的 今年是对话嘉宾是两个人 就一个中方嘉宾 一个外方嘉宾 主持人就同一个问题 请两位嘉宾进行阐释 我感到这种形式的对话呢 是有利于化解分歧 求同存异 这也正是论坛的意义所在 刚才您讲的 我今年很荣幸地主持了 上和家青年智库杀龙 这是今年一个首创的 一个特色活动 参加上和智库杀龙的外国青年 好多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参加这个论坛 他们也全程参加了论坛的其他活动 包括全体大会和平行分组会议 在会场遇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激动地跟我讲 说北京香山论坛和他们参加的 其他的那种国际会议不同 更加的开放包容 比如无论是热点问题 还是前沿技术问题 或者是其他的敏感问题 都可以谈 所以他们纷纷表示说 希望就是这个沙龙呢 还能继续举办下去 也希望有机会呢 还来参加这个北京香山论坛 在会场上呢 我们还摆放了 有关全球安全倡议的一些文件 以及全球倡议概念文件 还有两年来 推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的 落实的这些情况 这些资料呢 也深受他们的欢迎 我就看到好多人 在拿取浏览阅读 那么本届北京香山论坛 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参会嘉宾呢 又有哪些新的感受呢 我们一起来看 北京香山论坛 永恒的主题 就是和平安全四个字 从论坛设置的那天起 我们就考虑到 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参与进来 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上啊 应该说很多国际论坛 也有很多的国际社会的 各种研讨 但是相对来说 发展中国家 中小国家 他们参与的机会比较少 他们发言的机会比较少 而北京香山论坛 他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你看我们那么多年来 发展中国家 给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让他们充分地发表意见 在这个基础上啊 我们这一次也积极地 邀请了美欧这些发达国家 你看这一次西方国家的代表 也增加了 跟网界相比 那么它带来的一个 很积极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是什么呢 一方面我们要加深南南合作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加强南北之间的对话 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 面对面直接 直接地来倾听这些发展国家的声音 它是非常重要的 而给每个其他国家 他是想要更重要的,他跟美國的重要性地道, 像美國那樣,我們的強烈國家。 在從這邊,中國人離開穴時, 我們在討論不同的重要關於世界上, 我相信這是第一次得到一年的可能性, 每一年都拿到這一年。 中國最近打造了幾個予設計, 在其中之一,一個有關的密盡行動, 所以最頂牆的打死試, and learn the details about this forum is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So China has become a more increasing role and also there is an agerness for China to involve global issue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even for playing a mediator or facilitator role to end the conflicts and issues around the world. Well, I think it's really, really critical that we're coming together and having these dialogues because the safety environment is for many quite worrying and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experts and officials are coming together like this to hear each other's perspectives. I think it's the most important forum. I cam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So I hope to be here for the future. 那么在今年的北京相声论坛上 中美关系依旧是一个绕不开的热点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中美关系和中美两军如何互动 一直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热点话题 本期论坛美方派出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蔡思参会 有分析称这表明美方希望在地区争端和地区部署增加情况下 与中国进行更深入的工作层面接触 本期论坛有一场分组会议议题 就是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并有一场高端访谈围绕中美关系展开 在高端访谈中 美方嘉宾强调了双方沟通的重要性 表示如果沟通的效率不高 将不利于解决彼此的战略关切 如果保持沟通 可以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性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 在访谈中表示 中美关系基本立场不会改变 中国致力于和美国发展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目标保持不变 但中美关系中 中国有必须维护的基本原则 尤其是台湾问题上绝对不会妥协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何研究员 我们也知道 在这次的北京香山论坛上 您参加了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 这场分组的会议 那在您看来 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是什么 中美两国正确相处之道 我做了一个发言 我谈了我的基本观点 我认为中美两国在当前 要沿着正确的相处之道向前走 起码要做到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要扣好第一颗纽扣 什么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颗纽扣呢 就是习近平主席讲的战略认知问题 就是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定位 我们中国呢 是希望和美国当朋友做伙伴 搞合作共赢的这种关系 但是呢 我们中国呀 是坚持原则的 是有底线的 第二点 就是要真正地落实 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第三点 我讲的基本观点呢 就是要秉持以成为本的 道德和法律的规则 第四个我讲的基本观点 也是我认识到的 就是呢 要管控分歧 管控分歧呢 是多方面的 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 就是要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 这方面的风险要管控 比如说台海问题 南海问题 东海问题等等 在这里边呢 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 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 台湾问题 这是呢 我们中国的内政 不允许呢 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我想呢 只要是做到这四点 中美呢 关系 稳下来 好起来 沿着正确的相处指导 向前走 还是有希望的 接下来请教李研究员 那么您觉得美方 又应该如何 把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言行一致的 落实在军事领域 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呢 本届论坛呢 就围绕这个中美关系 专门有两场活动 一场是呢 高端访谈 另外一场呢 就是在平行分组会议上 就中美正确相处 知道呢 有多位专家呢 有中外的学者进行探讨 在这两场活动中 也都涉及到了 两军关系 因为两军关系 是两国关系的 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前几天 就是9月10号 两军的战区级的领导 还进行了通话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 这已经向世界 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这也是落实两国 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的 一个具体的体现 习主席也讲 这个两国关系呢 是要以和为贵 以稳为重 以信为本 这是确保中美两国 两军关系 能够健康发展的前提 和一个重要的保障 如果说美方 能够按照落实 两国元首的 旧金山会晤的精神 说到做到 那么台海呢 就会安宁许多 那么南海呢 我相信也会成为 真正的成为繁荣之海 和平之海 那两国两军关系呢 也会稳定很多 这也就找到了 两国两军关系的稳定之道 那么针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 往论坛的现场 听听仓会嘉宾都是怎么说 那首先这次论坛 它就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平台 让中美两国之间 有一个沟通交流 对话的机会 我们知道当前 世界可以说是变乱交织 所以中美两国 它面临着很多 全球性的共同挑战 在这个方面 中美两国 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 应该进行更多的合作 共同来做好 全球治理的工作 所以如果两国 要避免误解误判 要维持好中美关系 保持两国关系的大体稳定 那么美方需要在 领土主权问题上 在我们的核心利益上 它要紧严慎行 那么第二就是在 在我们的各个层级的 沟通交流上 应该要继续地保持和扩大 第三个就是在合作层面 应该继续扩大 在全球层面的 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 但是我们必须做的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are gripped they're gripped by this diseased mentality called the rules-based order which believes in a zero-sum game so the world is fixed and the question is who's on top and who's on the bottom the west has this what i call perverted conception that we have to remain on top and china and russia have to be on the bottom this is wrong there's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this comes from the old british colonial imperial policy sever hundred years old we should abandon this 那么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呢我的同事浩毅也是全程参与了报道的工作 在三天的时间里他有哪些观察和感受呢我们一起来看 那今年呢是我第一次作为前方记者全程参与报道北京香山论坛 那应该说经过三天的观察和记录给我留下了太多深刻的印象 那感触最深的呢就是北京香山论坛所秉持的这种精神 我们看到在我身旁这八个字平等开放包容互建 那其实说到平等我们看到在这次论坛当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无论是中小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亦或是冲突各方 那么在这里呢都可以各属己见开诚不公的平等进行对话 那说到开放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年的议题设置当中啊 可以说几乎囊括了全球和地区的最热点的问题 比如说乌克兰危机亚太安全全球南方和中美关系等等 那其实在这些议题当中啊也有一些针锋相对的声音 但是我们看到了只要坐下来谈起来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其实我们说任何一场冲突最终啊一定要挥到这种平等的谈话和协商当中来 那当然在这其中呢也更加需要这种包容和互建 那今年呢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 那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倡导者 区域与全球繁荣的主要贡献者 那我们说北京香山论坛不搞排他的小圈子 而是倡导理念加强互信推动合作 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好的 冠岳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远博士 何研究员 我们了解到呢 本届论坛多个议题都是聚焦在全球的热点地区 包括说东北亚的安全 欧洲的安全 以及中东的局势 那么在这些热点话题当中您最关注哪个方面呢 我认为啊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 每一个议题 每一场活动都非常重要 都很有意义 比如讲很多会议代表啊 关注的是这个巴以冲突问题 从2023年的10月份爆发了巴以冲突以后啊 现在是快一年的时间了 目前呢 还看不到停战和谈的这种曙光 而且呢 还有愈演愈烈的这种趋势 令人十分担忧 我们中国政府啊 为了和平解决巴以冲突 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第一呢 就是我们中国呢 不希望战争 坚持呢 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和矛盾 第二个呢 我们认为啊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主权都应该得到尊重 安全都应该得到保障 要贯彻呢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第三呢 就是要劝和促谈 要呼吁啊 各方呢 遵守降温的三原则 也就是呢 这个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 那么对于这些全球的热点问题 李研究员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结合我本人的研究领域啊 研究方向 我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 我更加关注欧洲安全这个议题 实际上呢 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呢 这个欧洲安全问题已经连续三年 是北京香山论坛的议题了 我们知道 目前呢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延宕 欧洲安全呢 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呢 对于危机是否会升级 都充满着担忧 所以本次论坛呢 也同样设置了两场活动 一场是 也是高端访谈的环节呢 有一场关于欧洲安全的讨论 在平行分组会议上呢 设置了 欧洲安全走向这么一个议题 这两场活动呢 我都听了 中外嘉宾呢 围绕着危机的可能走向 外部力量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才能使危机缓和 甚至使这个冲突结束 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均衡有效可持续的 欧洲安全架构进行了探讨 充分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嘉宾们达成的一个共识 就是冲突 战争没有赢家 必须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 特别是平行分组会议上 既有俄罗斯的代表 也有乌克兰的代表 冲突双方呢 他们的代表在论坛上 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观点 这也是《香山论坛》发挥 劝和促谈作用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围绕地区的热点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参会嘉宾的观点 这个争论必须永远没有发生 这个争论是为了乌克兰人士和俄罗斯人士 因此它应该被谈判 美国应该被认为乌克兰 应该不会参加联盟 那我们可以努力上一个公安安协谈论 终于乌克兰人士和乌克兰人士 这被完全被谈判了 被拜执政策 这是一个大事件的状态 被拜执政策 和俄罗斯 现在我们失去争论的争论 然后会有争论的争论 不仅仅是在乌克兰人士和俄罗斯的关系 但也有增长的关系 共住和平 共享未来 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面临多元挑战的背景下 中方主张国际社会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通过对话合作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共赢而非联合的新型安全之路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带来你们的分享和交流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